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菜 我是阿猫貓 我們兩個又合體了 現在呢其實有一點點的敏感 因為呢大家都知道我們兩個工作是什麼 其實有非常多人問我有關於長榮航空罷工的問題 那其實我在直播已經做過講解了 你們是沒看直播 Anyways 如果你們需要聽我的想法的話 那我可能考慮一下做一支影片 因為我的想法就是非常簡單 但今天重點不在這邊 今天Momo來其實呢 我們要問Momo有關於罷工這個東西 因為他現在是地勤嘛 就是空服之後又考地勤 罷工的時候 你雖然不是那一家的 到底都在忙什麼 地勤都在忙什麼 或是各個單位都在忙什麼 大家都會說 欸長榮罷工你有沒有去上班 很多人都會這樣問 不是長榮罷工就是所有的員工都可以罷工 空服員是因為他們有投票 然後有取得罷工權 他們有工會帶領 所以他有辦法 所以你不能罷工 不行 不能合法罷工 因為他們是有經過一個合法的流程去跑 所以他們可以合法罷工 如果今天地勤 他因為覺得很辛苦 他就不去上班不去做的話 那是就會被公司懲處 因為他就是等於非法 所以地勤是沒有工會的嗎 據我所知啦 長榮公司裡面是沒有工會的 你確定 這一次帶領的是 桃園市職業工服工會 是公司之外成立的 跟長榮沒有關係 OK 因為畢竟解釋就是我之前是外商 所以比較不知道就是 國內的航空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個人是覺得 有本事就去考外商 如果你覺得 國內的航空就是很辛苦 然後錢又不多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長榮航班都取消了 那地勤就是就沒事做了嗎 其實長榮航班不飛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部分他們需要忙的就是 代理航 可能加拿大航空啊 紐西蘭航空 或是你講 聯航 香草航空 護航這一類的 他們可能一天只有一兩個航班 這些航空他們不可能 就是來台灣 就是請他們自己的人工 就是他們不是 不是他們的地勤就對了 因為這樣不符合人力成本啊 你一天就會被一班 然後你還要請一整批 都是你自己的人 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 台灣有一大半的航空 不是長榮代理 就是華航代理 所以其實代理航空這一部分是佔很大 他們還要忙這一塊之外 他們還要把所有原本 受長榮航班影響被取消的旅客 再遷轉到各個航空 那這個就不包含是只有他們代理的 所以就是每一家航空 基本上就是都要 都要收客人 所以受到第一衝擊的應該是票務 跟客服 因為大家都要改票嘛 你可能要取消退費要定位 直到線上很多人都是可能上班到半夜都 沒辦法下班 可是有加班嗎 加班就是可能加到底這樣 可能會到半夜票務櫃台 都還在排隊 然後客服都接不完的電話 我跟你們說 當這種事情發生的時候 雖然就是我不是地勤或什麼 但我跟你們說 電話打不通 我到這邊直接衝到機場去 絕對要快速的衝到機場去 你知道嗎 你會講很認真 然後大家覺得我是鬧的 因為只是睡最快的啊 你可能電話打不通 就太急了 你知道嗎 一個長榮罷工 我就不知道接多少電話 每個人都要來問我說 欸這個怎麼辦怎麼辦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這都地勤 飛加航空 這都地勤在處理 對 你會不是地勤 那我們常聽到的 就是如果是空服界的話 一定就是機師空服員罷工嘛 因為我沒有在聽到就是administration罷工 但是大家有想過一個問題嗎 地勤如果罷工會怎樣 其實地勤如果罷工才是最可怕的 因為空服罷工 或者是機師罷工 這兩個其中一個罷工 他們另外一方就也不能飛 因為飛機不飛嘛 但是 像我剛剛講的地勤罷工的話 我們還有處理很多代理行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 如果地勤罷工的話 台灣大半個飛出去的 其他國外的航空 也都不用飛 因為那全部都是屬於他們代理的 你們就可以搭船出國好啦 最近也是蠻流行郵輪的啦 我們現在是工商郵輪嗎 其實有流輪可以找我們工商嗎 PREASE 我來了 可以抱我 抱我 從後面抱我 抱 抱 不要 欸我覺得地勤罷工這個機場 整個就是會擁擠然後人山人海 可是問題是沒有人可以解決地勤能解決的事情 沒錯 這是為什麼地勤不能罷工的另外一個原因之一 因為空服會機師罷工的話 就是恢復了之後 他們就還是飛他們原本的航班好 但是地勤不是 地勤是 你沒改完的票 你沒處理完的客人 還是回來找你啊 就是你 你罷工一段時間之後 回來的時候 還是得把事情做完 跟更多的石頭砸自己的腳 那我想問一個問題啊 你們地勤就是沒有罷工 那有沒有影響到後面的操作人員 譬如說維修人員啊 或是搬行李的人員啊 我是覺得線上目前狀況也沒有減少 我覺得這有點像是一個蝴蝶效應 就是一家罷 然後各家都會受到影響 就我所知現在線上每一家 幾乎每一個航班都在搶救 遷轉這些長榮被取消的客人 那你說 那可能後運是不是比較沒有那種忙 因為還是有其他單位 其實也不會 因為即將客機也是會載貨物 那這些客機部非貨物也沒有辦法運送 其實會影響到很多 那公關他們可能有必須要 他們要面對問題 例如說媒體啊 行政部門可能有些也是 甚至要來線上支援 受影響的人 除了你們這些人以外 最受影響的就是乘客們 他每天都在跟我說他每天要加班到幾點啊 然後大夜班要到幾點啊 然後他就開始批趴跟我抱怨一些事情 當然不會跟你們抱怨啦 很辛苦 但是他還是就是咬著牙去做 他也跟我說了一個很感人的話 我想說天啊 你是佛心來的嗎 你是不是有出家 不是我啦 這是同事 客人就線上也是有聽過一些 你有吃素嗎 客人 客人 我有聽過就是 過境處的同仁 就是碰到 可能那個客人是要來轉機 然後他的證件可能是不能進台灣的 他原本可能只是預期待個一兩個小時 他就要離開這樣 然後他可能因為這樣子卡了很久 maybe他可能一兩天 等到他的行程被處理到之後都不知道多久 他才能離開 那他就在台灣機場裡面待了很久 那他寶寶可能會需要我的用品可能都用完 例如說奶粉啊或是尿布之類的 怎麼辦 也是有線上的同仁 他們可能就會 會花自己的金錢跟時間 然後去幫旅客買東西進來給他們 因為他們出不去嘛 這麼好人的嗎你們 因為我碰到地勤啊 每次都冷冷的 然後我說不好意思我要去那個哪裡 因為畢竟我們拿員工票去哪裡 那個是你們老東家 我老東家 不好意思啊 沒有啦大家都很和善啦 我開玩笑 不行你問他 不行你快點 你快點幫我講 藏進人 藏進人 這個我們家的地勤是不是都很和善 沒有 我們家地勤合不合善 我跟你講其實 不好一個 其實我當初為什麼想要當地勤的原因 就是因為老東家的地勤就轉個二五八萬 真的耶 外商 外商就是轉個 你要去哪裡 然後去哪裡 然後就是 沒有我明天要回香港 我覺得啦 他也在植他也在植 我跟你講 我們家的地勤真的非常的和善 走開玩笑 我要先接受一下他啦 他是我們家的賠錢貨 我們以後大家就叫他賠錢貨好嗎 好了你可以走了 我當初想要當地勤就是覺得 哇塞地勤這個職業好有權威 我以後就是 不飛的時候我也要來做地勤這樣 然後哪知道下來就是 你可能就是去做家那一家的地勤 因為很低 喔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我跟你講 其實大家真的都很辛苦 甚至有就是 朋友的 媽媽的 不知道誰 他們要出國 每個都在找我 不是 罷工的人不是我啊 有些家庭 可能他們真的很辛苦的存一筆錢 然後要出國 結果就是罷掉 我可以理解 可能有些人真的很生氣 他可能 Maybe 他要到國外辦婚禮 或是他可能是 拜娘拜 真的 被這樣搞砸 所以如果你一生就一次 你可以想像 或是你可能再也看不到這個人 沒關係 就這個行班 你要趕過去 辦婚禮也不一定就是一生一次啊 哈哈哈哈 或者是 或者是就是 搞不好老天爺在跟你說些什麼 你知道嗎 重點就是 現在其實 長榮罷工影響到 不是只有長榮 我有朋友在就是中東的航空 他說中東根本 連中東都影響到了 他說中東根本是沒有公會 因為你知道這些客人可能要 去歐洲 或是去哪裡轉 可是他沒有毛毯 他沒有飛毯啊 飛毯是什麼 就是 Magic Carpet啊 什麼意思 哦 算了 反正就是 有一些可能影響到 六個土耳其航空 阿聯酋航空 這一類 都影響到了嗎 我還有看過就是 要去紐約的人 就只要先把他轉夏威夷 然後再飛到紐約 是不是很崎嶇的路線 我的天啊 腰都斷了吧 不管怎麼樣 現在線上就是 每一家 每一班都在盡力的搶救客人 把他們轉出去 讓他們可以順利的到達目的地 就是客人一定都有很多 可以很憤怒的地方 可以理解 然後線上的人 其實現在也都在全力的搶救 所以真的很希望這件事情可以 趕快的落幕 雖然說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員工 沒有辦法決定什麼 我相信大家一定有很多人 是覺得很憤怒的 但是在你們憤怒的同時 其實在 這個圈子裡面的其他人 他們都努力的在 滅火 所以希望大家看完這支影片 就是心情可以好一點點 最後那個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下面按讚 馬上給我一個讚 不喜歡就算了 沒關係啦 我到底是誰 好啦 記得幫我們影片 轉發出去 給其他就是 非常多怒火的人看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大家掰掰